上手是放在我们梯形梯字把的上面 拇指要勾住我们的梯字把 下手是拿在蒋叶 你蒋叶大概一个拳头的位置 端午临近 龙舟下水 广州的天气也龙舟水不断 但这样的天气也阻挡不了50余名台湾同胞 要在广州海珠湿地公园的湖面上 一展身手的决心和热情 穿上雨衣 脱掉鞋子 套上救生衣 再由教练跟大家讲解挥奖的动作要领 以及龙舟上不同角色的分工要领 也不知道教练教的能听懂多少 但分成两队要来一场龙舟竞赛的队员们 看上去能量满满 志在必得 实际上 参加本次活动的台胞台青 来自台盟中央主办的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 广东主题营 6月1时 他们在深圳 东莞等地 参加了一系列参访交流活动 一路上都在锻炼眼力脑力 5日来到广州 是时候也来活动活动身体了 大部分队员都是第一次登上龙舟 第一次在水上挥奖 但依然有低调的大神隐藏在人群中 关键时刻才显身手 船上有老手的带领 其他的小白只需要快乐滑奖 就能比隔壁的对手享受更多的运动乐趣 但比赛不重要 亲身体验到传统风格的速度与激情才最欢乐 小宇持续 两艘龙舟上的气氛格外高涨 水声 鼓声 耗子声 欢呼声此起彼伏 湖南大学台生郑雅玲 第一次华龙舟就被选上担任鼓手 这是他在大陆过的第四个端午节 他介绍两岸端午节传统习俗十分相近 赛龙舟 插艾草 佩戴五彩绳等 从小在台湾生活就体验过的过节习俗 在大陆都能找到 其实都一样 两岸的端午文化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每一次在大陆过端午都觉得特别暖心 那学校或者是各个单位都会给我们发粽子 就是免费的粽子 让我们体会到家的温暖 家的快乐 陈品杰是第一次来到广东 他几乎每年短午都会组织运动社团 或龙舟爱好者 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滑龙舟 这次在龙舟文化尤为盛行的广东滑龙舟 他也期待将自己热爱的体育事业 滑进粤港澳大湾区 滑进更广阔的南海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多交流一下 两岸交流毕竟就是同中同园 语言也相通 我觉得从企业跟民间的话 我们可以多交流一下 也希望说内地这边可以多举办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台湾甚至于就是说 七年还没有来过内地的话 多鼓励他们 今年大概去年 我都会带一些学生老师来内地 他们只要来过一次之后 基本上回去就是我会让他们在课堂分享 其实是蛮有效果的 对 嗯 的 laş瓶 就得像 绅 Давайте